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水灵灵频道 您的点赞和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下面请您收看我今天的分享 21世纪以来摩天大楼几乎成了每座城市的名片 但房地产从来都是一个残酷的游戏 光鲜亮丽的高楼中从来就不缺乏夹杂的利益、纠纷、债务 等重重问题的委屈角色烂尾楼 在这场生死之战中 楼房选手们可能会因资金链断裂 市场定位不准 施工质量低劣 债权债务纠纷等种种问题深陷险境 命运也各不相同 有的烂尾楼只能等来灭亡 有的则成了于无尽的等待 也有极少数的会复生 今年即独山县负债400亿的烂尾楼 石家庄最大网红烂尾楼后 又由于烂尾楼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那就是重庆南山桃花别墅群 如今却变成了鬼城 成了网友们最佳的恐怖片拍摄基地 该别墅群地处重庆南山风景名胜区最高点 可坐观长江嘉陵江和狱中半岛全貌 位置环境在整个重庆主城都堪称绝版 观景视野甚至胜过网红观景台一棵树 不过自2013年5月29日被勒令停工以来 该项目已经烂尾超七年 2020年5月其中十套别墅被低价拍卖 却全部留拍 直至6月二次拍卖 才有一套一平股价的5.6折成交 还有重庆的绝版别墅烂尾楼 在变成鬼城之前 制作高档别墅项目也曾被给予厚望 1997年重庆南山之巅 跑来了两家建设单位 他们买下重庆市南岸区 屠山镇花果社的一块地 成立了重庆金融园公司 打算在这里打造一个名叫 金融园的旅游景观园工程 不过项目稍未完成 金融园公司就因经济问题惨遭破产 这块土地也在2002年经司法拍卖 转手到了重庆东起 房地产开发公司手中 一直到2008年2月 在通过规划 国土建设 园林等层层关口 取得了所有开发手续后 这个项目才正式动工修建 并以东起幻境为名 该项目占地面积118亩 规划总建筑面积 为2.99万平方米 其中包括51栋独栋别墅 一栋超豪华五星级度假酒店 然而 虽地处绝版地块 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却并不顺利 一直受惑于资金问题 这个问题在2009年 商市公司重庆港九 为巨大的后续资金投入压力 退出联合开发伙伴之列之后 更为凸显 资金压力下 重庆东起只好借到信托融资 与新华信托签订 信托合作协议 然而 这场融资不仅是重庆东起 原股东丢掉了公司控制权 将公司拱手让利了信华信托 还引来了信托纠纠纷 双方各执一次大打官司 2018年2月 重庆高院二水判据信华信托 赔偿重庆东起原关联公司 低多农业 400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但信华信托不服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再审申请 目前该爱上未宣判 东起幻境 这个高道别墅项目 谁也不知道是复活 还是灰飞烟灭 那天何时会到来 烂尾楼的典型还有 当年曾坐拥巨人集团 上亿资产的史玉柱 1994年 他意气风发 决意要在珠海盖一座 属于自己的大厦 巨人大厦 大厦最初计划建造18层 但很快又拔高到38层 54层64层70层 设计投资也从最初的2亿元 增加到了12亿元 目标直指当时的 中国第一高楼 据媒体报道 史玉柱当时手中 只有一亿元 为了建楼 他一边靠着那黄金输血 一边寄希望于卖花楼筹资 但令史玉柱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被给予厚望的高楼项目 最终会成为他的第一个滑铁楼 甚至拖垮了巨人集团 1996年 已经投入3亿多元的巨人大厦 资金告急 史玉柱把保健品的全部资金 都调往巨人大厦 也无济于事 1997年年初 巨人大厦未能按期完工 只见次地面三层就停工了 一个楼花者天天催要退款 史玉柱的保健品业务销量 因资金抽血过量迅速下滑 巨人集团现金流断裂 十余柱欠款2.5亿元 瞬间成了中国省富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 房产黑马潘苏通身上 2008年 已经首位一家上市公司的潘苏通 决定进军房地产行业 其中的一个大项目 就是计划投资700亿元 在天津市西景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建造一座597米高的摩天大楼 高营金融117大厦 涉及中央商务区豪宅 甚至还有马球场 建成后将成为仅次于 地拜哈利发塔的世界第二高楼 中国第一高楼 2015年9月 大厦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眼看着很快就得全部施工完毕 并投入使用 但就在这临门一脚之际 潘苏通旗下两家商势公司 高营金融 高营地产股价出现暴跌 两家公司市值在一天内 蒸发上千亿港元 潘苏通个人身价 也随之硕损 八百多亿港元 大本营出事 潘苏通显然 没有多余的资金和精力 投入到117大厦项目中 这栋本该于2016年完工的大楼 烂尾至今 对于烂尾楼来说 最常见的两种结局 飞灰烟灭和长期等待之外 也有着第三种结局 翻新重建 凤凰涅槃 实际上 烂尾楼对于开发商来说 并非没有吸引力 就价值来看 不说烂尾楼地理位置优越 甚至位于黄金地段 且省去了报件打地基等步骤 启动项目快周期短 转让价格一般也比较便宜 改造成功后 可获得的投资回报率较高 对于一些开发商来说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甚至有人借烂尾楼 成就自己的财富故事 就如曾经的宁波首富熊绪强 就是趁着上世纪90年代 福利非房还未取消 大量收购 因半路夭折而留下的 遗壮壮烂尾楼 并将其重新改建成住宅 写字楼 以及商业广场 而成为宁波屈之可数的 房地产大亨的 由于赶上了房地产发展的 黄金时代 熊绪强的银艺集团 迅速发展 2008年销入收入 就已经超百亿元 并于2012年上市 而熊绪强则在2018年10月 以295亿人民币 财富位居胡润百富榜 第95位 成为宁波首富 不过 这样的风光 仅维持了两个月 营益系就开始大范围爆雷 熊绪强身家也出现暴跌 除了营益集团 佳昭业集团 也是靠盘活烂尾楼起家的 拥有20多年的旧改经验 一度被称为深圳旧改之王 其开山之座 正是位于深入龙岗的 乌鸡龙泉别墅 1999年 来自潮山的年轻人 郭英成 接下了这个烂尾楼 并将其重新规划为 开放式主体公园 贵方园 2000年9月 贵方园一期发售 迅速就获得了市场强烈反响 随后 佳昭业继续加推 总共开发八七 使之也成为了 估计第一个大型社区 佳昭业改造的 另一栋知名烂尾楼 是出力于繁华的长安接派 国贸CBD 海星地段的 佳昭业广场 据悉 这栋烂尾楼 曾在11年内 经历三次更名 六次驿主 一度以北京 第一烂尾楼之名 享誉京城 它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内 以清风阁备案 并于2009年 奥运接手后 以长安八号而为名 2013年 该项目 被佳昭业集团接盘 次年更名为 佳昭业广场 2018年5月26日 佳昭业在此推出 全国首个 博园行政公寓产品 这一烂尾楼 得以被盘活 佳昭业广场之外 如今上海 三年套中的 平起子大楼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也是烂尾楼 被盘活的代表 该项目 是个全日子的项目 注册资金 2.13亿美元 1997年年初开工 同年受亚洲金融危机 影响停工 一直到2003年 才正式复工 一度被戏称为 世界第一烂尾楼 2008年8月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竣工 楼高492米 拥有地上101层 地下三层 是目前全球十大高楼之一 除此之外 和乔黎晶 北京银都中心 中国第一商城等 也是凤凰涅槃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 盘活之外 也不乏 因祸得福 成为网红 圣地的地方 2002年8月 就以作名 要降临国际的烂尾楼 登上了微博热搜 成了人民眼中的 网红烂尾楼 据悉 该项目地处石家庄 2012年开盘 其开发商联邦地产 曾宣称投资170亿元 要将这里打造成 中国迪士尼 石家庄的欢乐股 但自2014年10月起 该项目一直处于烂尾状态 成了购房者的噩梦 不过今年6月 有消息传出 这个停工近6年的烂尾楼 即将重启事工 不少网友 纷纷前往打卡 使祥宇国际 一时间成为了一个 网红拍照胜利 我们多么希望 这一个个的烂尾楼 都能一夜变身 凤凰涅槃 也不负当年的 人力 物力 财力 好的朋友们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